周一来自世界各地的28个民间组织及个人 公开致信美国芝加哥全球律师事务所Mashita 与香港和美国各地的办公室 要求他们撤销代表香港大学 试图移除国商支柱雕塑的协议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Charles表示 这反映出中共想将有关六四及过往打压国民的所有证据都从香港移除 根据联署公开信 国商支柱在港大校内已二十多年 校方和学生从未反对过 如今律师事务所要求移除 已经违反他的使命 这件事我觉得也很无奈 但是历史是使不去的 而且现在是一个国际时代 档案和记录如果不是在香港 都会在其他世界地方存在 据悉港大校方于10月8号通过Mashita律所发函 要求支联会最晚于13号下午5点前 移除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夕 至今仍助力着代表六四死难者的国商支柱 否则形同放弃雕塑 同时国商支柱创作者和拥有者 丹麦艺术家高志火也发表声明 若雕塑损坏港大需承担赔偿 并批评港大行为是亵渎历史 而Mashita律所董事会主席范哥普 则回复本台记者 对此事不予置评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 江灵达洛杉矶采访报导